台北食品博览会第二天 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而根据统计 单日的参观人数 渴望突破五万人次 而业者也大听场 请来艺人白佳琪 有了女神的加持 果然人气强强滚 而白佳琪呢 她也大方分享 自己的养生小佩服 是什么呢 带一块来看看 豆干浸泡在卤汁里 色香味俱全 口水都要流下来 工作人员捡豆干的手 没有停过 等待的民众挤得 水泄不通 一天就渴望突破五万人 业者为了吸引人气 使出浑身解数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小小摊位被粉丝团团包围 原来他们现场 生日快乐歌的对象 就是女神白佳琪 一身白色套装短裙 一现身就让气氛 嗨到最高点 现场还玩起 有奖真达 二 三 啊 就是你 手脚一个比一个快 就是为了与心目中的偶像 有更多的互动机会 白佳琪亲和力破表 拍照来者不拒 也亲手端低基金 让粉丝试喝 更是大方分享养生小秘诀 然后熬夜啊 或者是小朋友要考试的时候 就可以补充低基金 然后补充好的精神 好的体力 这跟我们以前 哇 动不动要顶布啊 然后自己去买鸡啊 拔毛啊 然后还要在那边炖个好久 浪费瓦斯 然后用一个大锅子在家里 现在真的方便方便太多了 打开电锅 白米饭铺上满满的香菇 叫人口水都要流下来 今年的台北食品补兰会 特别成立日本主题馆 有业者主打集结 上百项从北海道到冲绳的人气美食 要让哈日族买个过瘾 这样还不够 正宗口味的墨西哥卷饼 这里也吃得到 另一边还能够欣赏印度甩饼秀 让你不光只有口福而已 不用绕半个地球 就能够吃到各国美食 业者也趁着廉价高人气 抢供荷包大作战 美食新闻中心罗纸中台北岛